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早在2021年的英特尔制程工艺和封装技术线发表会上,英特尔执行长纪兴格许下了这一愿望。 此后,英特尔加码先进制程,甚至在整体业绩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,依旧大力发展代工产业。 而这样义无反顾的努力,似乎正在得到回报。 英特尔日前发表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,总体业绩同比仍在下降,但是代工业务却上涨了299%,同时,在英特尔3和英特尔18A先进制程节点上,多了三家大客户。 英特尔在第三季度财报说明中表示,一家重要客户承诺采用英特尔18A和英特尔3制程,并支付了预付款。 此外,在英特尔18A制程节点上,又与两家专注于高效能运算领域的客户进行了签约。 一切似乎离英特尔代工业务,要在2025年重返行业巅峰,又进了一步。 印类专家表示,在先进制程方面,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均具备很强的实力,三家都有希望在2025年实现2奈米工艺。 而真正使三家拉开差距的,是市场的认可度以及客户的数量。 在这方面,台积电一直处于领先状态。 随着英特尔在代工方面不懈努力,其客户方面似乎迎来了转折点。 今年7月,英特尔宣布将与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合作,将利用其Intel 18A制程为爱立信制造定制5G SOC片上系统,为未来其5G基础设施打造高度差异化的领先产品。 基辛格还透露,Intel 18A制程已经在今年第三季度敲定了三家晶元代工客户,预计年底还有望签约第四家。 业内猜测,此次与英特尔在Intel 18A制程节点建立合作关系的客户,有可能包含高通和挥达。 英特尔曾公开表示,在Intel 20A制程节点上将为高通提供代工服务。 同时,英特尔在此前宣布,将与ARM携手开发Intel 18A制程,使基于ARM CTU内核的晶片设计公司能够利用Intel 18A制程工艺开发低功耗SoC,而高通也是ARM的主要客户之一。 因此,业内猜测,此次英特尔财报中表示的Intel 18A制程新增客户,也许会有高通的身影。 此外,英特尔在财报中所提到,承诺采用Intel 18A和Intel 3的客户,有可能是挥达。 早在英特尔发表的《2022全年》以及《2023第一季度财报》中,便提到,英特尔代工服务IFS新增一位领先的云端运算,边缘和资料中心解决方案提供商客户,将采用Intel 3制程。 这对于企业的描述与挥达十分吻合。 而在此后不久,挥达执行长黄仁勋公开表示,已经收到了基于英特尔下一代工艺节点制造的测试晶片,测试结果良好,并指出,对未来与英特尔在人工智慧晶片方面的合作持开放态度。 同时,从可靠渠道获悉,英特尔有望为挥达提供其最先进的制程代工服务。 因此,挥达也有可能与英特尔在Intel 18a制程节点中开展合作。 近日,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在2023年第三季度法说会上,公开表示,台积电升级版3奈米系列之一的N3P制程的效能、功耗、面积PPA、指标与Intel 18a旗鼓相当。 还表示,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也将和英特尔的Intel 18a一样采用GAA工艺架构,并且采用比Intel 18a还强大的背面供电技术。 甚至还表示,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将在2025年推出,届时将成为业内最领先的晶片产品。 此外,台积电财务长在第三季度法说会电话会议上表示,台积电预计2023年全年资本支出为320亿美元,其中70%用于先进制程5奈米及以下设备的采购和研发等。 可见,在先进制程方面,台积电同样予以重金保证。 与此同时,英特尔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三星也在紧锣密鼓地发展先进制程。 近日,三星代工厂副总裁John G.I.K.公开介绍了1.4奈米的最新进展,并表示,三星即将推出的SF1.4工艺技术将把奈米片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4个,此举有望为晶片的效能和功耗带来显著提升。 在客户方面,John G.I.K.透露,针对三星未来的2奈米和1.4奈米工艺正在与大客户进行洽谈。 在对手的频频发话之后,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,英特尔执行长纪星格在台北Intel Innovation Day论坛指出, Intel 18A已研发完成,即将于2024年一季度进入测试生产阶段。 基辛格在表示,英特尔下一代四伏器PC处理器用的Intel 3制程正在除错阶段,明年就可投产。 此外,对于Intel 18A制程,基辛格表示,他们正在加速进入生产阶段,有许多测试晶元正在生产。 Intel 18A节点,由于尺寸进一步缩小,需采用Ribbon FET电晶体,提供带状架构创新和更高的效能,同时持续减少金属线宽。 由于使用GAA全环绕炸机架构,类似多片、奈米片堆叠在一起,这样不仅能够缩小尺寸,而且炸机能够更好地控制电流的流通。 同时采用背面电力传输,Power VI技术,在任意电压下提供更强的驱动电流,让电晶体开关的速度更快,从而提升电晶体的效能。 总体来看,面对老牌净率台积电,三星的防守,Intel能否重返行业巅峰,关键还是在于良率。 在良率方面,三星就曾栽过跟头。 此前,三星于2022年6月开始量产3奈米晶片,成为了全球第一家正式量产3奈米晶片的企业。 然而没过多久,三星便被爆出3奈米良率过低的消息。 据悉,彼时三星3奈米良率只有10%至20%左右,这也导致三星的3奈米晶片目前只能与一些用量较小的矿机晶片厂商合作。 现在看来,各家有关先进制程的竞争,焦点在良率,关键在技术。 据了解,此前受AI大模型需求推动,以GPU为主的AI晶片需求激增,台积电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辉达等AI晶片企业的极单。 业内专家表示,仅台积电一家难以满足当下庞大的先进制程代工市场需求,这也给了三星、英特尔等其他具备先进制程代工能力的企业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。 而英特尔能否最终将这一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,还需要看晶片的良率能否达到客户的预期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